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欢迎您来参加基督之家的主日敬拜 弟兄姊妹 不管你在线上线下参加敬拜 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位 让我们在敬拜中与他相遇 与愿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娘 帮助我们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教会的报告事项 弟兄姊妹平安 从八月份开始是教会的福音月 每周的信息会以福音的信息为主 而八月二十六到二十八号 是教会年度的宣教年会 用行动来支持我们教会 所开展本地跟外地的这些福音事工 也给予这些来访的宣教士跟机构 一些鼓励跟肯定 弟兄姊妹也继续为九月份之后 要开展的各样福音外展事工来带导 预备跟参与 求神继续来使用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福音的大使命上面有份 兴起发光 愿神赐福各位 今年上半年 基督我家真道学坊 推出了儿童步道与牧养上 家人们的反应很好 下半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十四日 美西的周一晚上七点半到八点半 真道学坊将继续推出儿童步道与牧养下 讲师Christine Wang是CEF万国儿童步道团 北加州戏谷区主任 有二十多年丰富的儿童施工经验 错过儿童步道与牧养上的家人们也不用担心 这次课程会用一堂课的时间来复习上半年课程中 关于如何传福音给孩子们的重要内容 请家人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踊跃报名 2022年马拿真稿开始 主题为走过灵命低潮时 疫情陪伴我们已足足两年多了 您是怎么走过来的呢 能否写下您的宝贵经历 给大家分享 另外也欢迎有关信仰思考 您修亮光 侍奉心得 小组见证等内容的来稿 请限定在两千字以内 若有照片 请一并附上 截稿日期为10月31日 稿件请发送至 hoc5manaatgooglegroups.com 失去亲人好友 是人间至大的悲痛 那永远决别的不舍 爱伤悔恨 往往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低 阐释着哀悼者 大家好 我是易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五家的精神健康事工 Griffshare 走出爱伤支持小组 去年 我经历了人生中 最悲痛的一年 失去最挨爱的亲人 那种痛 是没有经历过的人 所无法想象和体会得到的 当时我一直沉浸在 哀伤的情绪中 没有办法走出来 后来 经过朋友介绍 来参加走出爱伤小组的聚会 老实讲 一开始我心里是抗拒的 因为我只是想自己在心里默默的思念亲人 而且那时候我也不觉得任何人或是时间可以帮助到我 不过后来我还是报了名 也很庆幸参加了Griffshare 这个小组就像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让我们可以安心的疗伤 并且重新找到了盼望 所以如果您正在经历哀伤 或是身边有朋友正经历哀伤 我诚挚地邀请您或是您的朋友 来参加走出爱伤支持小组 精神健康事工将在8月30周二的傍晚 开始新的走出爱伤支持小组 借着由专家录制的教学录影带 小组讨论以及家庭作业等等 期盼您在癌伤中与耶稣相遇 请上精神健康事工的网站 hoc5.org 然后选择第二项的特色支持小组 就可以了解更多的详情及报名 愿上帝赐福您 亲爱的家人们 9月25日教会将举行第三次受洗典礼 欢迎以觉知信主的弟兄姐妹 跟牧长或小组长报名 也请家人们预留时间管理 一同见证这新的一刻 境外团队即将有Open Audition 若您也期待在神的带领下 引领会众一同荣耀神 请在hoc5.org joinworshipteam网站查询详情并报名 欢迎对音乐事工有热忱与负担的朋友加入 请弟兄姊妹继续为教会的报告事项来带导 敬拜马上就要开始了 让我们一起来磨蹈预备我们的心 Dai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